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吗 六车是我们这一人 然后呢 一人 你瞧 徐老师你瞧我这手机咱也粉一个 这是我们组的小避风的手机 我给大家宣传一下 但是我觉得你给我提出了一个话题 特别适合徐老师来谈 什么意思吗 他这段微博被转发很多 对吧 我念一念 你看 他作为一个女人 他看男人 他看到了什么 原理在4月14号 夜里22点的时候 在什么地方 在外吃饭 对 然后呢 你看吓成这样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吧 在外吃饭 去洗手间 路过一溜的包间 侧眼望去 这是作家的观察 侧眼望去 每个房里都是中年男人 中间插花的 坐着一些青年女子 坐 写错了 写上座位的坐了 真的吗 动词的坐没这个广字 中间插花的 坐着一些青年女子 看来久幸已至 欢乐至极 你看 你猜原理在想什么 原理说 我就在想啊 此刻这些男人的妻儿 是否在家孤单吃饭呢 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必须适应 否则太不合群 你念的跟我写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怎么讲 我觉得是应该是念的是 渐渐渐渐渐渐渐淡弱 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 一种现在的状态 是一种很 作为妻儿来说 是比较难过的状态 因为不可以 不可以跟着这个丈夫 去这种社交场合 丈夫也不会带老婆 他一定 我看到过一个男的 他的手机里面全是美女 美女 美女 美女是干嘛用的呢 吃饭的时候 叫的 他肯定不会带老婆 他一定会带美女 对吧 所以所有的老婆和孩子 只是有责任心的 礼拜六礼拜天 是家庭日 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问了很多人 这还得上海男人才做得到 是吗 礼拜一到礼拜五 都是在外面吃饭的 哎呦 我的天 我觉得像你这样的菩萨心肠 你看他这种思维 就是你 肯定不会抢别人老公 我不会 我觉得我要 你看他一看 这个一个吃饭的 无关的各个包尖的男人 他都能想他们的妻儿 你说是吧 我会觉得 这样相比之下 我觉得外国的男人 也是我这样讲 要被扔砖头了 我觉得好像有责任心一点 他会 他会跟他的小朋友 一起去户外的运动 然后有一个holiday属于家庭的 然后六点以后 我觉得你有足够的勇气 男人应该关手机 六点以后是我的家庭时间 这是我非常隐私的时间 那六点以前呢 是我的上班时间 是我公上班时间 那就没时间了 怎么没时间了 你下班以后 你就要回到家 跟你的家庭过日子 一起吃饭 你这个时候是在外面 跟朋友喝酒聊天 把美女们都叫来 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 我觉得这哪叫是家庭 所以我觉得 那样的男人是没有责任心 而且我觉得 大部分的现在的现状 好像做生意 这个圈子里的人 好像似乎都这样 如果说你六点以后 不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局 你就会被这个社会out 然后感觉大家就有恐慌感 所以一定要融到 这个圈子里去 同样的情况 如果在日本的话 他也是做生意的男人 晚上是不回家的 他那个不仅是做生意的 就算你是工作的男的 你这个叫下印 那我们为什么跟日本人一样 你听我说完 叫社员 那个副领导叫社长 社长 他们就诸事会社 然后那些男的 要是下班以后 社长不叫你去喝酒 说明你在单位里的工作 就做得不好了 所以你开始失事了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早早回家的话 老婆是很看不起你的 就你一定在外面 但是他们不加花的那些女人 他们通常就是男人一起喝酒 喝得很厉害 他加花的那种是另外一种 那就是纯粹是老板 那个范围小得多 你到营作去看到很多楼上 有很多彩色的灯 带玉 银帘 柳青 写的中文的 那些就是有钱的老板 他会有女人陪他们喝酒 但是那个跟你刚才讲 描写的中国 这么普及的卡拉OK的这种 这种社交的场合 情况不一样 你看你说尤其是生意人 我就有不由的想起 这个海上花烈传 侯小贤导演还拍过那个电影 你看他表现的就是 晚清吧 民国的时候的上海 其实也是主要是做生意的男人 倒不见得非得是那种文人 做生意的男人 你看他们是一种 就像中国古代这种家庭模式 老婆是在家里的 对吧 这也是叫铁打的银盘 铁打的银盘 对吧 但是落花流水的事情 他出去应酬叫长三堂子 那么长三堂子 那么咱们算不算是色情业 也很难说 我觉得他文化不一样 你比如所谓长三堂子 他就是叫菊 就发菊票 比如说那个时候 就等于是青楼女子了 青楼女子 他在陪着这些生意人 这些生意人的夜里就这么读过 比如说呢 我到原理 不是 你不是就是说 我到他这家 叫我吧 你说不定将来会演这种角色 我像吗 上次海上花就是李嘉欣 刘嘉玲他们演的 那个男的就是梁朝伟演的 对 侯孝贤导演的 侯孝贤导演 朱天心编剧 阿诚做顾问 那个戏排得很好的 对 长三堂子是一种 张爱玲小说都写过 那是上海就是 你知道四马路是福州路 书店跟妓院最多 大马路就是南京路 他在二马路跟三马路 是一种比较高级的 我觉得 男的跑去很累的 就是唱的 就是花很多钱叫女的唱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滔滔不绝在讲这件事情 说你们很兴奋 然后你们站在一种 可以享受这种 这种游戏的一种兴奋 那那个时候是男人在外面工作 女人是不工作的 女人是依附于男人的 那现在来说男女 都在外面工作 有的时候女人也很强 赚的也不少 那请问你们在外面 这样的时候 我们干嘛呢 女的大部分在 讲的很深刻 不 女的也有可能开这样的饭店 开 要是她不信的话 她的子女在陪人家喝酒 不是 我跟你讲 应该的说吧 这个女性出去柳节的少 对吧 但也不是没有这种场所 好比说在南部沿海 我就知道 有一个报道 比如说香港那边很多 就是这个富婆 晚上老公不是在外边玩 甚至什么 那我想问老公允许吗 还是心照不屑 我不知道她老公是知道不知道的 那么她也是找 像婚姻还有什么 俗称这个什么小鸭子 什么的 她也会找 就是也很辛苦的 那个小鸭子 日本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女的不都在家里 男的不都在喝酒吗 我刚才不是讲了 那女的是不工作的 对吗 也不一定 白天也工作 但晚上的时候 男的在家里 我不是刚才讲了 如果你不在那里喝酒 女的还看不起你吗 以前的女的就守在家里 现在不了 现在女的就集团出去旅行 现在日本的旅行团 你常常会看到 男的导游后面一串 全部是中年妇女 就是那些老公在那里喝酒 我刚才话没讲完呢 那如果是美国 是倒过来的情况 美国呢 你要是男的在外面玩 晚上在外面玩 女的就非常看你不起 就是说你如果回来说 我老板有应酬 我得陪着 这个跟这个 我在美国上过课 日本学生跟美国学生的反应 是非常非常大 有一个日文词叫 给力 意理啊 什么叫给力 就是说 就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新婚的时候 那个新郎在陪 就是社长在喝酒 那个日本人 给力吗 不是给力 意理 就是说 这个时候 日本的女人就得支持这个男的 在陪社长在喝酒 就好像中国人一样说 陪领导 我今天我们局长 今天晚上临时开会 加班 我在这里 那老婆肯定在那里 说那你在那里加班 只要她真的是在加班 哪怕在卡拉OK加班 她也没办法 那个老婆也支持 可是美国人就不同 美国的女学生啊 马上站起来说 这刚刚结婚 这个什么社长 这个什么老板啊 怎么可以不让我的老公回来啊 他们的文化是真不一样 但是你只看到这个事情的一方面 为什么呢 因为在西方 如果这个老公在外面 卡拉OK这样 年轻的女子陪着喝酒 跟这个老婆的关系 他们很快就要散了 那个男的一欢喜上 外面的人 哪怕不是欢喜 哪怕是夜情 他这个老婆关系就得断 而中国人是不断 我是听说美国那女的 那是不原谅的 你知道吗 那就是觉得 你只看到事情的一方面 太严格了 太严格了 枪枪三日行 广告之后见 这原历啊 为天下妻儿们在操心 对吧 我觉得我今天坐在这里 我觉得是跟 是两股势力在斗争 对 你们代表的是一种势力 对 你们沾沾自喜 你们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解脱之路 你们给自己找了N个理由 我们从古代开始就是这样 我没说古代是好的 那是腐朽的 我们日本也是这样的 日本日本都超出来了 我们是美国人的文化 跟中国人没有关系 我们是亚洲文化 就是这样的 你们的前面的讲的 我听出来是这个意思 你愿意这么想 那你什么意思呢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 我们两个人要准备结婚了 我们有了孩子 我觉得大家都要为这个家负责任 对吧 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和这个太太 永远是在家里自己吃饭 孩子永远是这个太太在教育 那这个家庭 我觉得这个父亲在干什么呢 父亲的榜样是什么呢 给孩子就造成了一个晚上 永远是夜不归宿 永远是喝了很多酒回来 你讲的也有道理 但是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这男的就是出去乱来 对吧 这当然你觉得不可取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你刚才也提到 这文化 你比如现在不吃饭 不喝酒 甚至不唱K 生意也难做 生意也难 你知道有一次 一个女演员就说了 他说你看 我对吧 就什么人约我制片人 什么约我去谈戏 他说我从来不会去夜总会 我不会去卡拉OK 他说你要真正是拍电影拍戏 为什么不在办公室谈 为什么要到那里谈 我就说那你是大明星 对吗 有些人他 那很多刚出道的小女孩子 就必须去 是不是得去呢 你觉得怎么办 而且站在女的的立场呢 你要是男的白天 像比尔盖茨这样 赚大钱 晚上还回来 抱小孩 那当然是最好 可是现在中国女人 所面临的实际的情况 是怎么样 她的实际的情况 选择是怎么样的 也可能你的男的 天天回来 对你很好 对家里做得很好 可是他就是一个小职员 但另外一种情况呢 这个男的在外面奋斗 他一步步在上升 他在赚钱 在夜总会里奋斗 他不管用什么方法 但是这种女的 这时候女的就 真的有很多女的 就是这样想 他阿Q也好 他真的也好 他有时候就觉得 可是你不觉得 你们的岁月 就是这么一点 白天也奋斗 晚上也奋斗 请问你们什么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呢 可是我觉得奋斗 是为了生活 他讲的真是很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了 而且这个挺洋派 你说实在的 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 这个里头有一种 潜规则在里面 什么叫潜规则 你看你刚才讲到 它有的时候 涉及到一个什么呢 你比如说中国古代 这个潜规则 你刚才提到 那女人是可以不挣钱的 对吧 男人是要养家的 似乎呢 而且养一辈子 对 包括今天也在 有些人讲了 说是你比如过去 男人要这个gentleman gentleman这种东西 是当年什么 维多利亚时代 还是什么什么 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你看 这个男人表现出 这么一个态度 也有些人说 实际上是女人弱势的 一种表现 所以 lady first lady first 是一种 把你当成金丝鸟 还是金丝雀 又这样的一种表现 但是你比如说 又有人发牢骚 你看在中国很多单位里 像你这样的女的 挺强势的 你知道吗 有些男的 像我们男主事人 有时候就觉得 咱们同工同酬 可是在很多事情上 我们还守着过去 好男不跟女斗 在一些事情上 我们愿意让着女的 可是实际上 你们工资也不比我们少 你们才能还比我们高 这玩意儿 这男的就彻底被打败 凤凰阴盛阳衰 你知道吗 不仅是社会阶层有差别 地域都有差别 比方我从上海到香港广东 这个差别就非常明显 在上海 他讲那个态度是非常容易 上海的女的 你男的 晚上帮我买小笼包子去的 有份 你还想出去卡拉OK混 绝对不让你的 所以上海的男的 没这个力量 可以到了广东 就完全不一样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跟一个认识的朋友吃饭 吃完饭 我要到超级市场 去买几节电池 那个女的 广东的女的 就说你别去 我帮你去买 他说你穿那个西装 到超级市场不好看 明白吧 就是说女的对男的 有这么一种形象 就是说你们应该是 做大事情 你们应该做生意 你不应该在家里 婆婆妈妈去超级市场 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有很多人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是女强人 你体会不到 我不是女强人 我觉得说 我也会很看不惯 有些时候在路上 比如说我看一个男的 替女的拿包 我会觉得这个女人 马甲带 拿了一个马甲带 马甲带 就这个女士的包 这个男人 在拎着 我会觉得这个女人 比较的这个 比较的不太知道 给男人面子 其实我觉得在路上 你还是女人 女人拿包比较好 我觉得女人 要尊重男人 是应该的 男人是应该 被用来尊重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 我们现在讲的是 这个休闲的时间 你应该过家庭日 家庭时间 在卡拉OK这样的时候 你不能白天也工作 晚上也工作 那你们的日子 在哪里体现出来过呢 难道是真的是前面前半辈子奋斗 60岁以后两个人手牵手才能过吗 那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老去了 还过什么呢 他说的也是这么回事 就是怎么说呢 你看咱当然我也不了解美国 但是感觉西方他那一套吧 他是西方不行 你晚上这样 如果你老板 你跟个职员说晚上还陪我 那个职员理直气壮的说 我要陪我太太 陪太太是一个非常大的 美国人的价值观是 My family 就是我的小孩 我要陪小孩 今天有棒球比赛 我在单位里 我就理直计创 你不觉得这种生活方式 和在中国的公司里 下面的职员跟老板说 我要陪小孩有一个篮球比赛 老板才不当你一回事呢 对 美国人其实他的家庭这个核心 难道我的能力不是说 是我立足这个公司的本领 而是说我要拍马屁 陪你去喝酒 才是我可以在这个公司坐下去吗 在中国的现实你不知道 现在你在中国你不喝酒 不在这样的场合 出去很多事情做不了 我觉得也不一定 如果你有能力 你对这个公司有用 绝对不会因为你不喝酒 我就不要 你绝对不是 就是所以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晚上不想睡觉 是因为没有勇气结束这一天 我们白天不能起来 是因为没有勇气开始这一天 再说一遍 这句话很经典 我们晚上不能睡去 要很晚才睡 是因为没有勇气结束这一天 舍不得睡 没有勇气 一定要在外面喝酒啊 有蜜啊 对吧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 三点了 实在是没点 就说不过去了 再不睡 才去睡觉 我们没有勇气结束这一天 下一句呢 我们早上起不来 是因为没有勇气 开始这一天 我跟你讲 他说的靠谱 就是什么呢 有一部分是工作原因 有一部分 自己没有勇气去结束 有一部分呢 实际就是 我跟你讲 徐老师 你就一直在心虚的狡辩 实际上就是欲望的 没有节制 有一部分 就是贪玩 贪色 贪酒 贪杯 就是中国的这个男性 我不知道像美国啊 其实他还挺 怎么说呢 清教徒啊 还是什么 他呀 选定了一个家庭 要不你不好就离婚 只要没离婚 我们就出双入对 我们周末在一起 什么party 两口子一起去 中国人呢 是这种 老婆呀 是不能动的 就在家里窝着 但是要稳定 可是呢 无止无休的这个欲望啊 他还不知道节制 就所以呢 就会 哎 我现在就经常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说 年过四十啊 我自己就觉得 我的欲 我的欲火还得燃烧 我的欲望仍然无限 真的 可是我已经感觉到 以生活已经进入了还债 还债 父母亲的身体 也就出问题了 这个家里各个方面 包括你的工作 你的就是 你越来越觉得啊 甚至是这个身体啊 四十岁之后就在发胖 于是你不得不更多的运动 节食 我就觉得就在变成在吃苦练 在吃苦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你干点什么事 产生的代价 跟年轻人没法比 所以说我也确实是觉得 可是呢 你知道吗 那个欲火还在燃烧 这就是 跟原理说着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原理以至于要发出 要找外国男人 谁说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 放广告的时候 不是说的吗 我跟你说 外国男人也不一定靠谱 我听一个女主持跟我讲过 跟外国人好 我跟你说 中国人又有特有的情义结 你知道吗 这种冤家 你别看这玩中国人弄来 逆来逆去 但是好像少调调 也不好 你像中国这个女朋友 就跟我讲 要跟外国男朋友 你让你撒个娇 是吧 他就说 两个人在楼上 那女的说 如果我要从这个楼上跳下去 你会怎么样 这个外国人就说 我会很upset 中国这个upset 什么意思 伤心 伤心 这中国的女的觉得不满足 你知道吗 说我跳下去 你觉得 这是文化差异 这是发达 搞出了对象 那你觉得中国女人 希望听到什么 男人 希望听到什么 医生我就会说我也跳下去 你这个好像是 Hatanica里边学来的吧 You jump I jump 不过中国男的的一个区别是 外国的男的把你当恋人 那你始终是恋人 中国的男人呢 开始把你当恋人 然后一旦跟你好了以后 就把你当家人 就把你当亲人 这个是外国男人做不到的 外国男人到了 就算结婚了好多年了 你还不是他的亲人 他还是恋人 恋人一旦完了就完了 中国人呢恋人的东西 有点完了 但是亲人的东西接上去 中国人的家庭能够维续 整个社会的维续 他后面是以现代标准来看 是有很多问题 但是他也有他的痕迹 你喜欢那种吗 两个人亲情一辈子 白发苍苍的时候 共同看着夕阳 喜欢这个调点吗 不喜欢 这是一个很圆满的结果 难道喜欢一个人 白发苍苍的 但原理的意思就是我中间一路也得这样 就是一直是谈恋爱的感觉呢 还是说慢慢就过成这种一家子 就是夫妻俩 就像中国这种 就咱们父母辈的这种吵吵闹闹 但是呢也就是永不分开 互相依赖 我觉得挺好的 你觉得不好吗 其实是中国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我在我父母身上就体会到 就是说你说是吵架一辈子 可是实际上是互相关心 他可能是打是亲骂是爱的 你出去你怎么不穿这个 穿这个出去 冻着了怎么办呢 是吧 这个也是一种狠 西方人的信息会是一段一段的 整个人生就是一段 切了就切了 中国人他是演戏 卡拉OK是里面不好的部分 卡拉OK啊 但是真的是 是吧 这个原理 每个包包间看过 我觉得你是审查局的吧 吃饭每个包间